刘涛为了没有多拼 他不惜拔掉自己所有的牙 花了三百万箱了一口烤刺牙 相当于在嘴里按了一套房 可没过多久 这口牙就让他后悔不已 而刘涛之所以如此想要一口纯洁无瑕的牙齿 其实就是因为一次商务代言 在刘涛刚出道的时候 看中了一个商业代言 刘涛本以为凭借自身的颜值和实力 肯定能通过层层选拔 顺利拿到四百万的代言费 可刘涛怎么也没想到 广告公司最后竟然拒绝了他 原因是他们觉得刘涛哪里都挺好 唯独有一条缺点 那就是牙齿不够白 尤其笑起来的时候 更是将这个缺点暴露无遗 这件事也让刘涛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换一口好牙 成名之后 刘涛就联系了一位牙科医生 当得知烤刺牙可以保持十年之九时 刘涛立马就动心了 二话不说豪至三百万将原本的牙齿全都敲掉了 换成烤刺牙后 有一次 刘涛和马天宇正在拍吻戏 恰好遇上王科前来探班 看到两人正准备靠近 王科立马打断 并警告马天宇说 你要小心一点 当时很多网友还以为王科是吃错了 其实是因为刘涛刚患的烤刺牙 不可以受到剧烈的碰撞 也难怪王科会如此紧张 毕竟这一口牙就相当于一套房了 当然要小心保护 不仅如此 患上烤刺牙后不能吃过冷过酸的刺激性食物 或者太硬的食物 后续的保养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不仅需要随身携带药物 而且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做检查 而烤刺牙的神经性疼痛 也经常把刘涛折磨得苦不堪言 早年参加一场演唱会时 刘涛就曾因牙齿疼痛到张不开嘴 不得不停止演出去医院接受治疗 而像刘涛这样的明星不在少数 为了形象换成了一口洁白无瑕的烤刺牙 甚至还要随着带着一套补牙小工具 方便随时整理牙齿 正是因为亲身经历了这些 刘涛才会经常劝告粉丝 一定不要轻易去做烤刺牙 如果不是明星这种需要时刻维护形象的职业 大可不必敲掉自己的原生牙齿 因为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痛苦了